- 不知道各位勇士球迷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當年在2020年的選後大會 勇士隊選項是Lamelo Ball 而不是James Wiseman的話 或許他們在2022年奪冠的時候就不會過得這麼辛苦 如果今天Lamelo Ball來到勇士隊之後 Jonathan Paul就或許不會被交代成Chris Paul 不過追蹤鬼異那拳可能變成打在Lamelo Ball身上 沒有我開玩笑我開玩笑 但是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其實當初種種跡象而言 勇士隊是曾經承諾過Lamelo Ball 會在第二季會選下他的 因為當時Lamelo Ball在選秀大會前的直播 有特別對鏡頭比個2 他有特別表示說我會在榜眼的時候被選到 不過最後勇士隊則是失約了 其實以當時而言 勇士隊確實是需要James Wiseman這樣一個球員 這樣在對抗9號並Anson Davis Damanta是Sabonance等等的球員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對抗性在 但是結局呢各位也都知道了 所以這次影片裡面我假設 Lamelo Ball在第二季會被選下來 而James Wiseman則是因為天賦過人 在第三季會被嚇到紅隊給選去 而我們以這個前提之下來看一下這幾年 勇士隊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 而在Clay Thompson賽季爆銷的2021賽季 Lamelo Ball有沒有機會可以展露頭角呢? 好那這裡我們是完全的還原了當時的一個情況 就除了Lamelo Ball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那個時候Garrett Patton是手指收到大概4到6周 而Clay Thompson則是整個賽季爆銷 在這個情況之下Lamelo Ball將會替代成2號位 擔任主要先發的位置 而當年的2021賽季是個縮水賽季 勇士隊在概念度僅得下39勝33敗 並且概念度是以西區第8名的話入選的附加賽 不過勇士隊分別輸給了胡人隊以及灰熊隊 虎吞兩年敗的情況之下 最終是沒有能夠進入到這個季後賽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如果Lamelo Ball來我們球隊的話 那結果上會不會有不一樣的 我們就一起來到季末吧 今年Lamelo Ball拿到最佳新秀 場均19.4分 7.1個人半 5.7隻助攻 這邊在外帶兩次的超級 而國王隊的Telis Hardy Burton這邊 拿到最佳地友人 而今年勇士隊的話是直接來到第4名 就不再需要打我們這個附加賽 哇 勇士隊今年拿下50勝32敗 這樣換算一下當時如果是72場比賽的話 那大概就是45勝27敗的概念 喔 比起當年來說算是非常顯著的進步喔 那今天Lamelo Ball的話就直接來到82評分 不過加以來Carrie Rupert就變成一個非常尷尬的情況 不過老實說當年Carrie Rupert就已經夠尷尬了 不過在這個時空裡面 他的戰績也好像差不了多少 他長去14分左右 那看他今年如果對決丹佛境外隊的話 說實在要贏的機率非常的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1比0 1比1 2比1 2比2 喔 既然可以爭到關鍵第五戰的話 那就勢必要來了解一下 喔 難不成 提前一年拿冠軍嗎 謝謝 OK 替補的Gurlampo在這個時候也斬肉頭角 拿下23分10人本 2就功能的表現了 有沒有機會可以來個4比2呢 果然是沒那麼順利 但是是有點機會的感覺 哎呀 最終的話是打到3比3 來吧 瞭解一下 最終血戰到第7戰 哎呀 那看起來 今年還會是我們的丹佛境外隊出現啦 完了 最後一戰我們輸慘了 雖然我們全隊沒有人受傷啦 但是今天UKED得下35分 13籃板9足夠的表現啦 並且今天境外隊全員皆兵 所以我們最終的話是輸給對方 好啦 那來瞭解一下最後總冠軍的話 竟然沒有輸給對方 那最後的話 喔 狂安德連續兩年進到了總冠軍賽 再來對上920人並 最後是... 洛杉磯快點隊拿總冠軍 恭喜 哇 狂安德三個球在裡面拿總冠軍 太嗨了 PODY在今年的話是拿下這個FVP 那今年的樂透選秀 約莫就沒有我們太多事情了 是 我們有第25順位 所以要拿到第7順位的Kominga 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那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簡陋啊 25順位 來了解一下 可以選到Mossy Smoothie 自然是好事情 但倘若我們今天在中風位沒有劍術的情況下 我們會不會有可能去選到其他中風位呢 比方說像是Trendel Watford 但老實說他的籃板普通 Kominga在第6順位被選 那老實說啦 今年好像沒有太多選擇啊 我們就把Watford給選下來吧 那次輪的第57順位的話 我們還可以選到什麼樣的球員 那這個球員老實說 我就算看了別人怎麼唸 然後我就算去嘗試唸了一次 我還是唸不出來 所以我直接把他翻譯成中文 叫做馬姆克拉斯維里安 如果可以 我想和你 啊 馬姆克拉斯維里 那這個球員我的印象他是馬刺隊的球員啊 那火箭隊的Landell兩個比起來的話 其實真的相對起來差不了多少 這裡我是蠻喜歡要一個KTA的 很大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他的籃板確實是還蠻出色的 而且他整體打球風格的話 確實是蠻像我們的Kamiluni的 蠻希望可以再要一個藍領中鋒來 好啦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選了兩個中鋒位進來 那今年我先把一些不要的拳給交易掉好了 首先Catty Oubre 我們來了解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嘗試把他換成Doke Robinson 呃 不過呢他已經簽了大約了 所以我覺得 不是一個很好 喔唷 哈利福森 恭喜 但我覺得倒也沒必要 然後明年Mitro Robinson的話 也已經簽大約了 但是如果能這樣換的話 他確實是不錯的選擇 啊當年沒有把Catty Oubre交易掉很可惜啊 今年我們沒有簽了Johnson Kouminka 在這個前進之下的話 Laurie Markkinen就是一個最佳選擇 不過明年就有機會呢 他並不會留在我們球隊裡面 這邊就只能純粹靠感動他去擺右回來啊 所以就先做這筆交易吧 反正Catty Oubre本身呢 也是我們用選用權換回來的 那除此最後的話 我們現在陣容裡面大概有17個人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球員 不管像什麼 Eric Pesco 啊 像Bessmore那些球員的話 把他都換成選用權 OK 跟老英隊換 好了 今年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總共是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情況 恭喜Laurie Markkinen 成長到了85% 那可以讓他們整換 目前為止還是韌帶撕裂 大概是需要 我沒記錯的是在季中左右才會回來 然後John Paul上升2點 John McGregor下降2點 那今年整體而言的話 我們這個陣容算是還不錯 那現在話就讓Laurie Markkinen 去打先發空拳後衛 2號位給Stam McCurley 3號位Angelo Wiggins 4號位去John McGregor 然後如果今天是勇士隊的話 Laurie Markkinen肯定是會去5號位的 今年我們先一路來到寂寞吧 今年2號賽季最有價值全員的話 就是我們Nikolai Gatch 那開開的海獅來到魔術隊 並且成為我們最佳星秀 那勇士隊在今年 居然是非常慘的 不要說肌肉賽了 連服務家賽都沒有啦 Laurie Markkinen這個地方 確實是一個非常慘的錯誤 選他來之後 他心情直接跌落谷底 而且進屋室沒辦法 就有那種 完了完了完了 第13名 為什麼我們會變這麼慘 那Laurie Markkinen不只不會跟我們續約 我們還白給一個Caliber 沒想到今年是暴龍來打胡人 哇這真的是很奇怪的組合 那最終的話是 暴龍隊再度拿總冠軍 恭喜 Pescos.com 然後最後的FNP 然後他們成功的證明了 自己沒有快樂的也能拿總冠軍 接著我們就應該接到去年的事情了 今年我們拿第9順位 不錯不錯 今年前賽順位選完之後 後面幾個順位其實就想起來沒那麼重要了 今年第9順位喔 我老實說 我寧願往上換 換到那三個其中一個 我覺得都很虛 所以因此呢 今年 我們Markkinen不會跟我們虛嗎 所以我們也沒啥資產可換對不對 哎呀 那我們是真的蠻慘的 那第9順位加起來就換 可以換前賽順位嗎 反正換個第7順位也好啦 我們其實今年反倒是中風位 換到有點多了你知道嗎 今年已經可以換到一對妖鬼蛇神了 但我不要 我要換到 第5順位恭喜 欸 但今年看起來我還要多給一個尋問犬 能不要就不要好不好 我其實是蠻想把Jumbo Green給你啦 但是 我內心知道不可以 欸 唉唷 那那那那那那那可以那可以 我們就這樣直接換了吧 DT活在那種陣容那個戰機有沒有 他們願意跟魔幻我們是缺的啊 我今年 不要求別的 PowerBankCarol Jahongren 太難了 Javri Smith有沒有機會 第5順位 Javri Smith Javri Smith 恭喜 就是AutoPort願不願意底薪來一下 AutoPort來了 恭喜 欸 這組合我們突然之間就有機會可以拿冠軍了 好嗨唷 那今天Lumbo又成長了3點 那可不成就讓他打替補好了 看得出來我們在中鋒位確實蠻缺乏的 那球隊因為有太多人啦 我們這邊就把Toscano給交易掉 把他交易給功了對吧 好今年這組合不說冠軍啊 至少唏噓前五沒有任何問題啊 不過這裡我要讓幾個中鋒位先去發展聯盟 不然他們沒有上的時間他們很可憐 好今年我們就不再做任何交易案 我們就直接先來到寂寞吧 那今年我們只有分區第九名啦 那看起來今年多冠之路也不會順利到哪裡去 但有些事情我覺得我一定要講 我剛剛看到一個非常奇幻的事情 怎麼Darth's Garden 哪兩次增加進步獎啊 哇二次進化欸 哇那是雅古獸暴龍獸戰鬥暴龍獸是不是 那麼今天首輪來對決拖翁走隊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能贏下來的 復駕賽第一戰打的算是蠻輕鬆的 這沒什麼任何意外 連Steven Curry四十四分五籃板十珠弓 藍波龍獸今天也得壓十八分九籃板十四珠弓表現 那對決揮詠隊的話看起來 今天JAMMAREAD沒有辦法上場啦 不過他們這邊選到JOSH GILLE 這種時候也還算不錯 不過就只能說 可惜不死你 打金雞猴塞 打得這麼急 我有點趴趴 完了 如果今天是最後一戰的話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最後九分鐘吧 哇 那我們現在到最後的五分四十秒 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十一分分差 那我也發現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必備 如果今天我沒有把JAMMAREAD給交易掉的話 我們的外線是有一堆人的 對我們現在場上四個外線 也因此造就了我們現在整體防守是非常平弱的情況 藍底下這邊又要的慢歸 並且要的M1 POWER被卡路 哇 這兩發中一 麥克朗斯巴頓把球拿回來之後 會給JAMMAREAD 再會給Steven Curry 直接欠償做快攻三分球 這球沒有拿下 Jabara Smash不管對上誰的 他的身高都是遠遠不夠的 麥克朗斯巴頓外線一個控擋三分球 這球在藍光上面彈了兩下 依舊沒有技 Disman Ben 這邊給到Darren Brox 做個擋汰之後 藍下這邊直接切入進去面 雙手爆扣 WOW 我們現在進去已經平落到 隨便一個誰進來切都可以切進去了 Darren Curry 藍下這邊嘗試切入 這邊是要到了Darren Brox 每個犯規 Darren Brox 固定位置 Cross Over 切入到藍底下這邊 直接接連中去 藍下這邊又被BALANCHOS給拿回來做一個補藍 哇 完蛋了完蛋了 那個身高差不是一點半點的啊 雙方目前為止15分分差 Cross Over 一個手綠手 給到Carrie 再一個擋汰之後 藍下這邊直接坐上來 藍到了給M1 看起來有些火藥味哦 然後Steven Curry被Darren Brox 稍微撞了一下 Rose 給他BALANCHOS 哇 藍底下 一撞 哇 哇 兩個手一個才有機會稍微蓋擾到他一下 BALANCHOS進去霸王啊 哇賽 剛剛Java Smith好像是一個火柴人打架一樣啊 超慘的 Carrie一個Carrie被運之後 拉出來做一個外線控擋三分球 這球打在藍框上面 如果這個時候Carrie再沒有發揮他的這個外線三分球的話 那今年可能就是直接止不在這邊啦 藍底下Carrie拿回籃板 帶球到前場Java Smith 再回有外線Carrie Thompson 做個三分球出手 還是沒有進 友誌隊現在全員熄火啊 Rose 給他BALANCHOS 這邊來發揮線上做個中局 不夠VALANCHOS拿回來籃板之後的話 是Android Vegas一個犯規 將發到進 補定位置Carrie 這邊擋拆給他Carrie Thompson 出來並沒有血的這些出手 再回有Java Smith 好是切入 來一下小炮 球進BALANCHOS 切入內線 拉回做中距離跳投球進 WOW TOMASEN一個手一手 給他Carrie再下個擋拆 虎頂位置沒有直接拉出來 再回第一角 Android Vegas 出爪三分球 但是總覺得有些為時已晚了 對 因為現在勇士隊如果要追回來的話 估計是需要大概四波三分球啊 Stan Curry 回給人士外線中 發生了一個失誤 Drian Brooks 直接推破快攻 回給VALANCHOS VALANCHOS 好一個擋拆之後 切後門 ROSE 籃下 7码 射箭 Java Smith 後仰跳投 球 美技 BROKE 籃下轉身 兩人防守 這邊直接被火鍋 VALANCHOS再度上籃 哎呀 完全沒得打 謝謝 Java Smith 回給外線 CLAIR Thompson 這就外線三分球 一樣在我藍光上面 算了兩圈之後 那這場比賽的話 也宣告結束了 最終比賽的話是 115比98 那最終我們是以 非常慘淡的戰績啊 在今年 草草的結束了我們基督賽之旅 為什麼這個時空的面 我還是逃不過附加賽 被灰熊隊淘汰掉的命運 今天我們籃板的話 被瘋狂的肆虐 連Derek Rose都可以搶8個籃板 那今天得說一件事情啦 我們最主要為什麼會輸呢 是因為我們CAMO LUNY 根本就上不了場 他只有72坪分 我要怎麼讓他上 哎呀 今年肌肉賽真誠啊 沒想到 附加賽就沒啦 我其實綜合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輸那麼慘 很大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的傷病實在是太多了 那在例行賽的時候 Stamme Curry受傷完之後 換Clay Thompson受傷 Clay Thompson受傷之後 換Jump Green受傷 Jump Green受傷完之後 換Lamelo Ball受傷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往復循環啦 所以我們最終這個戰計的話 只能在附加賽那邊掙扎啊 那最後來看他今年總冠軍的話 會是哪一個球隊 最後是騎士 要來打屁股 那總冠軍的話 就會是我們的 紐二郎 TU隊 恭喜 那這樣問一程 最後拿下場軍 29.2分 9個籃板 3.60的足攻 1.64超級 還有1.64的火鍋 那事實證明了一件事情 勇士隊在第二孫的要來 Jump's Wisman 還是一件好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最後結果的話 確實就是 如果今天有Jump's Wisman的話 等於有冠軍 那今天有Lamelo Ball的話 等於沒有冠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去理解這件事情 我相信絕對是 Clay Looney沒有練起來 然後藍典下 你要抓籃板也抓不到 然後你要進攻你也別想 最後的話 我們進去真的是被打爆啊 好了 等一下的話就是我們今天影片 也感謝各位接受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題材的話也可以在影片箱進行點贊 那如果覺得有趣的話 我也會另外做這影片 好那最後的話 就下部影片來見囉 各位 掰掰